哇塞,大家看我现在到哪了 著名的北上广潮的潮县 这个地方是厉害了啊 我要用正宗的何泽潮县话 喊一句那个口号 山东,何泽潮县,右臂,柳柳柳 我得宝贝 宁要潮县一张床 不要北上广一套房 现在潮县是国际知名都市啊 中国的山东,世界的潮县 这个视频就带大家在潮县转一转 了解一下这里 先看看火车站四周是什么样的 中华,华夏第一都 有一个大顶 这里据说也是庄子的故乡啊 气派的战前广场 国际化的高楼大厦 还是不错的啊 真实的潮县究竟是什么样的 潮县是山东省首批20个省管县之一 总人口达175万 是全省人口第一大县 也是劳动力资源第一大县 以前对于当地农民而言 外出务工是他们收入的主要来源 2009年开始 潮县的一些村民尝试开网店 随后引发电商的扩散效应 很多人就此踏上创业致富之路 潮县的大吉镇成为了山东省唯一一个淘宝村全覆盖的乡镇 全国第二大淘宝村产业集群 潮县有两大支柱产业 演出服加工和木制品加工 据了解 潮县有汉服大本营之称 潮县本地电商卖出的汉服产品 已经占据全国汉服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仅去年双十一的第一天 电商销售额就超过16亿元 另外 潮县作为最大的木材基地 富裕的木材资源 让棺木生产厂商的生意越做越大 各类棺木远销日本 韩国及欧美市场 您要潮县一张床 不要普通一套房 这个可不是吹的 潮县真的在中国乃至全球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有多厉害呢 潮县人民做的一件产品 几乎每一个日本人这一辈子 他一定会买一次 就是棺材 在2017年日本的电视台都有做过统计 潮县的棺材的销量 占到了日本所有棺材的90% 几乎进去垄断的地位 有可能说这不就是贩卖资源吗 其实不是 因为日本他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冰藏文化 就是逝者需要跟棺材一起火化 所以潮县人民就把炮铜木来作为材料 因为炮铜木长得非常的快 其实平常有没有太大的用途 所以专门用来做日本的棺材 所以潮县人民就这样 一下子掌握了日本棺材的核心密码 如果你以为潮县人民只是做日本棺材的话 那么你就太小看潮县人民了 潮县现在汉服的销量占到了中国的三分之一 为什么呢 因为早在十年前潮县的大急震 就开始发展这个演出服的这个行业 网上这个销量占到了中国演出服网上销量的70% 所以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基础 就让汉服产业在潮县发展神速 所以潮县其实是一个电商之线电商之城 在阿里公布的2020年中国百强淘宝电商线 其中排名第二的就是潮县 仅次于浙江的义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